今天很可能想知道要來說的是 周杰倫2014年會不會在大巨蛋開演唱會 我先說結論,2014年是不太可能 第一,去年年底大巨蛋的首波觀眾開放人數大概是16000到17000 而3月份日本職棒巨人交流賽開放人數大概是26000到30000 所以目前大巨蛋還在壓力測試中 演唱會的活動根本是八字沒有一撇 因為全滿是可以超過5.5萬人 所以一堆人在猜說周杰倫會在大巨蛋開演唱會應該是猜開心的 然後大巨蛋在2月2號是正式開幕 旅館、商城、隱城在1月初已經拿到使用執照 下半年會是比較明朗的一個狀況 但大巨蛋有一定的比例要用在體育上面 承襲上一點,周杰倫上一次在台灣開演唱會的時候是2017年地表最強 相隔已經超過7年了 很多人會說周杰倫最重視台灣的粉絲 都會給台灣的粉絲最特別的 這句話只適用在超時代演唱會之前 關於重視不重視 你可以看開啟演唱會的首站在哪裡就知道重視不重視了 2001年范特希演唱會在桃園巨蛋首站 在舞著一場奇幻舞蹈魔術之後 周杰倫范特希演唱會拉開序幕 2002年樂萬演唱會首站在台北市立體育場 2004舞與倫比演唱會首站也是在台北市立體育場 2007年世界巡迴首站是在板橋的第一體育場 再加上2010年的超時代首站是台北小巨蛋 還有一個偽戰高雄巨蛋 接下來很有趣的事發生 2013年的摩天輪首站是在上海 台北小巨蛋是在第10站 2016年的地表最強演唱會首站是在上海 台北在哪裡呢?在31站 2019年嘉年華首站一樣是在上海 但現在還沒有台北的影子 所以重視不重視這個問題 相信各位已經得到回答了 而且周杰倫對台灣本來就不需要多重視 現在他也沒有多少時間在台灣這邊 小孩上小學在澳洲的時間說不定比在台灣還多 再加上自己的周遊記 跟巡演還有對岸的商演 其實他在台灣的時間是非常短的 我的新歌的名字三個字 這個的前奏有什麼? 這壁爐裡面柴火的聲音 接下來說到第三個問題 台灣除了大巨蛋之外沒有其他場地 基本上棒球場 桃園青浦棒球場可以塞2萬到2萬5是沒問題的 周季棒球場也是2萬 那高雄試運4萬人是沒問題的 Coreplay 2023才在試運開 5月天則是周季開完之後又跑去試運開 所以場地問題比較像是假命題 單純就是時間對不上或者是不太想開 也或者是對自己在台北之外的票房不樂觀 因為2011年的高雄其實賣的沒有非常好 如果你仔細想想的話 嘉年華從2019年開始在疫情解封之後去搶小巨蛋 我是不太相信隔了這麼久還沒有搶到 再來就是講關於嘉賓這件事 本頻道不會做太無聊的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 周杰倫現在能夠多唱幾首元Key就是最好的遺物 對於嘉賓這種歪瘋 你們有仔細經歷過超時代蔡依林場就知道 有前面兩場的人說我要退票 這根本超級傻眼 你今天是來看周杰倫的演唱會 結果因為沒嘉賓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就想要退票 那我希望之後所有的演唱會 周杰倫的演唱會都不要有嘉賓 因為我只想聽周杰倫唱歌 畢竟我買的是周杰倫演唱會 就是要聽他唱歌 有沒有嘉賓根本不是重點 最後下個結論 第一點是2024年周杰倫要在大巨蛋開演唱會的可能性極低 第二點是如果今年周杰倫要開唱的話 比較有可能的是市場小巨蛋 或者是各地區域的棒球場 第三點是2010年之後的首戰 都不是台灣 以上本期的影片就到這 我覺得今年開的可能性偏低 但如果有開的話我還是會乖乖搶票的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